大家好 我是Alice 今天繼續試CANON新出的RF200-800A的鏡頭 時間關係一轉眼我已經來到新加坡 Bread Paradise 在這個地方有很多雀鳥 在市區來都很方便 鎖定市真的到 因為今次來新加坡都是玩 吃東西 逛街 所以器材方面就不太重型了 我就不會背一支6004 因為今早在街上已經走一輪 拍了一輪照片 用Reka Q3拍照 如果拿6004 背著一包米在後面就很難搞 所以這支鏡頭都很方便 背了整個早上 街拍都影響不了體力方面 不覺得累 現在還是精力充沛 現在我們進去拍照 今次鏡頭器材方面 我又是CANON的RF200-800A 這支800A鏡頭 各焦距都是比較長 所以鏡身方面都不小 相對比起大炮來說 相當之細枝 這支鏡頭近來 我都聽過很多的討論 都政府局 有些就喜歡 有些就不喜歡 有些理據 我方面我就是喜歡 又不會因為我買了而喜歡 或者別人有其他器材 借給我用過會喜歡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 譬如你買或用過 覺得不好的 你可以買了 再買一些適合你 我覺得不好的一方面 一般人覺得 光圈比較細 和對焦慢 而我的看法就是 光圈確實是細 但是 在鏡頭的焦距來說 又不是真的那麼細 譬如市面上 你買定焦大炮 不要說zoom zoom通常光圈沒那麼大 定焦大炮800mm去到多少 就是5.6 現在8.5.6 快點買一支 而這支鏡頭是9光圈 9光圈跟5.6相多遠 5.641級就是8光圈 再細3.5一就是9 即是比一支大炮 一游3.5一級光圈 大家覺得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一游3.5一光圈 即是說 一游3.5一就沒有用 很多人都說廢 或是科技廢物 如果相反 如果相反 有這麼多人用的 譬如Sony 我自己都有 Sony 的200-600 6.3 我亦有6.4 6.4光圈和6.33多遠 一由三分一及光圈 如果這樣說 套逢你的理論 是否那些Sony 2600 又是沒有用呢 光圈細呢 其實我們會看兩項考慮 如果真的用大光圈可以 6.4 、850.6 或6.4 加1.4 都會做到850.6左右的光圈 其實市面上有的 但在一個場合 例如我剛才說過 我經常逛街 我不會在6.4 或850.6 經常逛街 再取捨 小一點的光圈亦可以補償 一般來說 大光圈做到的淺景深 當然這些Zoom鏡做不到 會差一點 但在沒有比較的情況下 其實又過得去 因為本身850.8 為了長鏡的景深 是比較淺 看上去都覺得很濃 不過如果你說同場合 有6.4 或是那類的鏡頭 散景似乎會柔和一點 散一點 鬆掛一點 亦都是沒有比較 理由不太知道 所以光圈方面 就看你怎樣取捨 譬如說你真的要大光圈 你就揹這6.4 沒問題的 下街揹一整個6.4 另外對焦的速度是不行 很慢的 我用過一段時間 我用了幾次 雖然我買回來 不是太久了 但我試過幾次 我發現對焦的速度 又不算慢 其實你說同一個大炮比 當然大炮的設計相對簡單 動中間的鏡頭 動的東西比較多 一般來說 怎樣都會慢一點 但又不覺得慢 一般追焦的速度 我覺得是符合我的要求 當然大炮方面 再會好一點 亦都是一個平衡 當然你要有得 Zoom 又不想去到那麼大支那麼重 這一支亦都可以 整體來說 我覺得都是滿意 另外對焦方面會伸長 很多人都說 對焦時伸長了 不好用 其實兩看 如果平時要一支 無法縮短的鏡頭 即是固定內變焦 平時都是這麼大支 你想想怎樣擺 差不多的袋子都頂到陷 沒那麼方便 但現在我搭搭的時候 只是這樣 拍攝的時候 當然會比較長一點的鏡頭 就是這樣 我覺得在拍攝的時候 分別不是那麼大 主要是前組鏡 伸長了 重心就會變得更長 但我前面的鏡頭 用一塊比較長一點 我的手可以鬥長一點 相對可以平衡重量 問題不大 駕駛來說 都頂穩定 而防手震方面 我覺得都頂好 手持方面都可以幫得到 即是相片清晰的機會 會不會很大 另外因為鏡頭很重 所以今天也放一條 Pete Design的相機帶 放在鏡頭上 我不用我平時的攀山繩 太幼的蠟也很辛苦 拿回這些鏡頭 都頂好的 現在我們進入大鳥籠 好像香港公園那樣 但裡面更加大 對 穿你的品種亦都比較多 很輕鬆 一個背包就已經完成了 不用揹個大炮桌 打斜揹可以更加平衡 我們現在走進去 讓我們再試一下 你們讓我們看到 我們要有更多的 如果我們要走出 一道場 我們要去看 使用它 加不得了 我們要在聊來 我們要在籠臺 我們要去看 在搭檢 Dragon 把 就是 我們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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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算 財 個 搭 先去這個Hard of Africa 另外還有一碟 因為把小肉走出來 所以進去這個生蠟糕開了 出去了再給予進去 更加安全 好過香港公園的鐵欄 那些鐵片都有機會走出來 就要閉嘴了 去到這麼多次東非 亦都見過很多鳥仔 但是散修修 可能有部份未見過都未定 這裡見的機會又會大些 原因就是把很多不同種類集在這裡 以及一個範圍比較小 我們平時在東非 有時地方這麼大 那些鳥仔在哪邊 又或者遠離你的路邊都不定 所以希望見到一些我未見過的鳥仔 這裡已經見到一些在牆上竹巢的鳥仔 平時我們都很少見到這些 現在有少許下雨 我們在避雨的地方拍攝就更加好 本身這支鏡頭都有一些防水 一般來說下雨都不大問題 近距離一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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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畫面去追眼都沒有問題 嘩! 很吵啊! 你腳仔! 嘩! 下一條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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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背景深色 曝光補牆 我都減了一級 否則出來 那鳥仔白色的位置就會爆光 後期就比較難去撿 iin! stereotype Sursday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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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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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觉得影片好,记得点赞,拜拜!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只需要按订阅和小灵图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的通知 最后记得点赞,谢谢各位!